唐山几名暴徒殴打女性 让缺姐想起了太多太多的纵容 就这么一次恶性事件 反映出来是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不执法 甚至是没有法律 或者说执法双标 给男性群体带来的有志无恐 偷看女厕所 教育一下就算了 拐卖妇女 她都已经娶了她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呢 猥亵女同学 她年纪轻轻的 你怎么忍心毁掉她呢 给女同学破流算 都是那贱女人的错了 搭女的衣服 我们给她案的这些罪名 你难道还不满意吗 砍死老婆 判二缓三不用坐牢 所以今天我砍她 我打她 我杀她又算什么呢 我知道我根本就不会遭到什么大的惩罚 大不了拘留几天 判刑我不怕 总会缓刑的 你没看前几天 那强奸犯 只要她如实供述 就能清判嘛 所以呀放心吧 爹国呀爱难保 哇 став个人 费两分钟 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